终于通车了 哈 马上就塞住了 西蒂已经过8小时的找寻与努力 桃鸡终于抢通了主要连外道 终结8小时的孤岛重镜 航站北路下午4点20分通车 南路晚上6点通车 有时来说我们的通车 真的 不过通车后马上就塞车 而且 桃鸡供电还没正常 有上千人卡关在等行李 机场公司对于淹水的防线巨发 我们必须加强 包括淹水的客体 包括我们的客人 到机场要怎么来收散的客人 市场还说地下美食街 计划在晚上8点勤干净 不连时间可能要再过天 至于就责的部分 我还面对 你说是整治问题 还是说它的防水的高度是轻倒 桃鸡家加油报导